社会消息我们带您关心的是 彰化警方南下高雄抓到了 这个以方姓这个为首的强盗集团 那么这个集团呢 在四月份当时涉嫌强盗勒索 彰化非常知名的羊肉店家 而且起街里有养鸡场 甚至对民宅市相及恐吓取材 这个强匪非常的嚣张 甚至呢先前向警方放话 真来抓人的话 他们绝对会火拼抵制 话说要跟警察火拼这样子 如果遇到警察要逮捕他 势必一定会开枪 租屋处内警方穿着防弹背心 压制两名共犯 仿冒包包内搜出两把枪支 还有一批子弹 一开始不知道 这个房间里面有多少人 可能人数我们难以掌控 放心为首的强盗集团 先前曾放话 只要警方来抓不排除要开枪反制 原警趁着他穿着轻便衣物 拖鞋到超商买东西 松懈防心之际 上浅围捕 之后再转往租屋处搜枪抓供办 这个强盗集团今年四月份勒索 彰化知名羊肉业者还抢劫掳人 拿到近百万元才放人回家 包括一处养鸡场 四组也被勒索搜刮 身上一万多元 甚至还涉及民宅枪击案 想要恐吓取材 之后转往高雄藏匿 拥有制式枪支四处犯案 为什么要抢钱 为什么要抢钱 三名抢匪身上满身刺青 成兄斗狠 靠有枪就强盗掳人 恐吓拿钱 还向警方放话 不排除警匪枪战 计划缜密 却被掌握主嫌购物 直接入网 警方是没有耗费一枪一弹 中日新闻 乔孟辉SNJ小组彰化采访报道